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是在哪个城市收看的 好 今天我们又戴起口罩了 因为这个疫情升温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平安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教授 老师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委员 委员好 大家平安 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as好 大家好 先来关注的是这个美俄两国 这两天在日内瓦的谈判 在会前呢 双方对于这次的会议的预期都说相当悲观 果不其然谈了八个小时 最后的共识就是呢 持续的保持通话 那么这次的美俄会谈呢 是美国总统拜登跟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2021年的6月日内瓦峰会所谈好 这个战略安全对话当中的一部分 我先问一下三位来宾 对于这次 其实最后的共识就是持续的保持对话 这个结果应该不意外嘛 但是我想请黄老师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说 为什么这次先派出来的是副手 而不是双方的主将 会前大家其实已经预期到这个深水区 这个绝对很难度过的啦 所以如果很难度过的时候 你把主将派出来的话 谈不下去 那这个象征的意义会更严重 所以呢 但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派一个司长层级的 比如说助理国务卿的人来谈 好像分量又不够 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副国务卿 就这个次长 副部长层级的先来谈 反正大家还是一样啦 因为这些立场 我相信在去年底开始 一直到现在 美国跟俄罗斯都讲得很清楚了 大家要怎么样都很清楚 所以呢 先让这个二把手先来谈一谈 然后谈完之后一定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呢 说不定二把手可以 因为他们经验也比较老到啦 也可能从中间可以找到一些这个 双方可以有点交集的地方 对 好 那再来就是说 为什么找二把手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 布林肯 他在去年的时候 跟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其实至少见过两次的重要会面 第一次是在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五月 他们两方分 这个在冰岛见面 在冰岛见面呢 气氛堪称融洽 好 大家谈了很多问题 包括我们可以台面上看到的 伊朗核武 朝鲜半岛核武 或者是阿富汗问题 还有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等等 都谈了 大家都觉得很正面 然后俄罗斯来说很有 具有建设性 这是他们官方媒体讲的 但是呢第二次就是12月初 在欧安组织的这个会议的旁边 他们两边见面 见面了结果气氛很不好 气氛很不好之外呢 而且俄罗斯说 你要应该回到我们过去之前沟通的管道 不要像川普那样子 但是布林肯呢 双方还有这个拉夫罗夫双方又互相指责 我们参加欧安组织的会议 但是你的行动 破坏了欧安组织的这个和平发展的宗旨 所以其实那时候气氛已经很坏了 所以早就已经可以预期说 这一次的谈话 副手先见面 其实是代表说 大概也谈不出什么 至少先暂退一步 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 可能的这个双方可以妥协的地方 而且你看这一次美俄双方 你可以看到像是俄罗斯的外长 雷亚布可夫呢 他就说呢 俄罗斯是无意入侵乌克兰 但是呢俄罗斯觉得 绝对必要达成的事情 对美国人来说呢 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Sherman呢 美国的副国卿也讲得很硬 坚决反对根本无法实践的安全提案 而北约对于寻求加入的国家呢 是始终保持开放 所以呢 这个在会前啊 其实不只是美俄双方表达悲观 那全球也在关注说 可能真的谈不出什么结果 唯一有的共识呢 就是美俄双方愿意持续的保持对话 好第一轮的这个会谈结束了 共识就是持续对话 但是这个僵局可解吗 一般国际政治不会说这个叫共识啦 只是表示说我们还可以再对话这样而已 对 事实上就是没有任何共识 是 事实上主要的核心观念就是 欧美不愿意承诺说乌克兰是属于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嘛 对 所以基本上有三个东西他不能承诺 第一个就是说他不能加入北约 那第二个是我不能驻军 那第三个是我不能卖给他中程的武器 攻击性的武器 那这三点他们都不能承诺 那这样俄罗斯怎么可能做任何让步 你去想一想 因为俄罗斯的理解就是他认为乌克兰跟白俄罗斯 是属于他的势力范围嘛 就基本上他本来认为东欧也是啦 可是东欧现在他已经拉不回来了 那好歹他就认为乌克兰跟白俄罗斯至少是吧 对 那如果连这个欧美都不能承诺 那他在军事上当然他就不能够退让 因为目前的筹码是对他有利嘛 因为乌克兰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要嘛就是内战 要嘛就是地面战争嘛 地面战争欧洲跟美国是没有筹码的 因为美国的驻军是在德国啊 那怎么过来 所以这个僵局在未来 有没有什么解方呢 不这个俄罗斯的策略就是想把美国跟英国排除嘛 可是问题就是他现在等不到 因为马克宏在选举啊 可是美国要跟你谈你又必须虚与尾仪嘛 你必须跟他谈嘛 然后他又可以跟你讲说 你看我提了三个条件美国都不同意啊 那自然他真正 他知道啦 真正在意的国家是欧洲国家嘛 OK 那所以这个僵局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Wendy Sherman他中文名字是很适合他学嘛 因为他学东西都学得很慢 他这么多年的外交经验 每次民主党总统执政的时候他都是在国务院服务 但是每次都不管是俄罗斯或中国好像他们的动作思维都比他快很多 你看这个俄罗斯服务部长他怎么说我们绝对必要达成的事情 对美国人来说确实绝对不能接受 那为什么Sherman没有这样讲了 我们必须要达成的事情是俄罗斯人不能接受 他就讲这个我们始终搞持这个开放的 但是这个也没有说我们一定会让Georgia或Ukraine加入 我们都知道不会 所以好像美国这个团队是跟去年接触中国一模一样 他们会讲很多漂亮的话 是不是讲得比较模糊一点 实际的动作还是在对方 不管是中国和俄罗斯 所以这个虽然大部分我想美国人大部分还是会看美国国内内政的问题 尤其是疫情 但是只要是看外交 这个团队是这么做外交 很多人会越来失望 那当然共和党国会议员会批评 不管怎么样就会批评 但是越来越多媒体或外部的智库学者都觉得 这个团队 不管是Blake & Sherman Jake Sullivan 国务员FIRE 那个Net Price 这会讲很漂亮的话 但是实际的动作 你刚刚说的对 这很模糊 不过Russ我进一步请教你 因为这次会谈除了俄乌的冲突之外 美方也表示 他们愿意针对恢复中程飞弹的条约跟俄罗斯协商 那么也希望对等限制军演规模 而且提高演习的透明度 不过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是对于这个提案 是表示怀疑的 那现在你看美国在这次会谈当中突然呢 讲到了俄乌的这个危机呢 现在又突然提出他们愿意恢复中程飞弹条约的议题 那俄罗斯会买单吗 可能性不大 这个 他们可以谈 我们都知道 而且我节目常常说 民主党 他们经营外交 很喜欢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对谈 对话 谈判等等 对他们来说 就是已经算是一个成果 一种成绩了 但是在目前的 不管是中俄关系情况之下 或美国参议员的这个无视无视的这个情况之下 甚至今年底会美国中期选举 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怎么可能一个新的条约会通过美国参议员 真的不可能 俄罗斯也知道 所以最多或许可以有几个回合 会有几次这个谈判 或者有一些 不需要通过参议员的一些 短期性的什么协议 不是条约 或许会有了 但是我想俄罗斯知道 他们可以答应 好我们继续谈 因为他们知道 不管怎么样谈多久 不可能会正式成为 一个送美国参议员的一个条约 甚至根本不会通过美国参议员 所以美国提 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的危险 但是俄罗斯说 好了我们可以跟你讨论这个 对俄罗斯来讲没有什么危险 因为他们知道 不管谈多久多少次 不会编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条约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俄罗斯基本上对于北约 是缺乏信任的 那就继续谈嘛 但是这个谈呢 这次哈萨克 我呼应一下Ross Ross的意思是说 美国的底线是不清楚的 对 可是俄罗斯是非常清楚的 对 俄罗斯就是说三个事情不能做 那可是我们这三个 我们视为是绝对必要的事 美国都不接受 美方不可能买单 对可是问题是 美国可以买什么单嘛 对 请问你的方案是什么 美国没有方案 对 美国没有方案 俄罗斯是有方案的 俄罗斯就是说 这三个就是我要的 只要这个接受了 我就撤军了 这个是很清楚的方案 对 美国没有方案 所以你才会听到很多谣言嘛 什么听说美国要答应哪一条 要答应哪一条 那当然都不能证明啊 对 所以我想罗斯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所以就是继续谈 谈但是要怎么谈 就是必须你美国要先答应 俄罗斯的条件 不然你就像川普这样 就直接提出你的条件嘛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 不是说一直用开会来去开会 就是有进展 不是这样的 你这边想念川普是吗 也不是啦 我是想念他的那个外交的手法 这一次会谈其实也看到 他们谈了这个哈萨克的动传 那这个美联社是分析 他们是说呢 俄罗斯会趁机 巩固哈萨克总统的威信 然后呢 削弱跟乌克兰这个总统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 美国众院这个军事委员会 共和党的议员叫做Green 他则认为呢 哈萨克的动乱 会嚇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哈萨克的动乱 如何牵动美俄两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哈萨克这件事情 对俄罗斯来讲 我个人觉得反而是一个契机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哈萨克的动乱 以俄罗斯的军队的实力 派进去之后要 我们都看到新闻说格杀勿论嘛 对不对 以俄罗斯军队的实力 如果又格杀勿论的话 对普京来讲 这个任务不难 对 不难 而且呢 他帮助了哈萨克 哈萨克未来跟俄罗斯的关系 只会目前而讲 来讲会更接近 所以对普京来讲 他的这个 哈萨克这一着棋 其实当然一开始的动乱 对好像对俄罗斯跟周边的关系 好像有一点点危险 但是当这个集体安全组织 决定要派军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普京他的这个快刀斩乱嘛 其实是 让他在这一盘棋里面 得了一个先手 那另外呢 我觉得说 他因为面对了乌克兰的 这个东边边境的危机 普京这样子断然决然的 派军队进去维持和平 其实也秀出他的肌肉 还有他的决心 给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看 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做 所以我觉得 在目前乌克兰相关谈判上面 俄罗斯透过哈萨克 这样的一个派兵的 不管叫练习也好 展示也好 其实他让西方国家 等于再次看到俄罗斯 他如果需要的时候 他会派军队做这些 他想要做的事情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觉得 间接了 给西方国家 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 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回到 环宇全世界 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聚焦在 中国大陆的内部问题 马上回来 到环宇全世界 聚焦中国大陆 世界日报的分析 在今年2022 10月 中共召开二十大事前 大陆国家主席 也就是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的首要工作 就是防乱防变 不希望看到任何的黑天鹅 或是灰犀牛 那么因此呢 可以预期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今年 对于社会控制上面 可能会收得更紧 请教委员两个问题 第一个到二十大以前 大陆内部主要的 针对这个防乱防变 会是针对哪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二个 那中央的政策 会不会因此而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如果是防变 当然主要还是新疆香港这些 稳定 维稳 对对 如果有政治方面了 那防乱就是 还是维稳的延续 比如说经济的波动 或者是它那个恒大 会不会有后续的房地产的联动 另外就是它是不是要继续限电 它要做气候变迁的一个重新的配置 电力的重新配置 总之我觉得它也会担心 如果过度限制 那又会影响就业 那它总的来讲 我认为它也是稳就业为主 因为毕竟年底 它就要进入第三任 所以还是不希望有 比如说举这个恒大为例子 恒大这一次它的处理 就优先处理那三四百万 已经交钱的人 买房的人 因为这群人就是把中生的积蓄 投入房产 那你如果让它买不到房子 那他们肯定要上街头的 对 所以它就优先处理这一块 那至于其他的债务那再说 有这个市有环节 对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 这个还是基于稳定的角度 就是说这三四百万的买房者 你要稳定它的权益 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 如果说真的那个限电等等 会影响到就业 那它可能也会去比较重视就业 这个我觉得天平还是蛮明显 还是站在民众就业的角度 就是跟工作跟这个生活相关的 尤其是买房还有就业这两个 好那提到这个社会的稳定 当然现在习近平呢 马上要面对的第一个考验 就是即将要登场的 二月份呢要举办的这个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的开幕日是2月4号 今天呢从12号今天开始算的话 已经剩下23天了 但现在呢这个新冠疫情的搅局 包括最近这两天看到天津跟河南 爆发这个Omicron的疫情 可能都会影响到冬奥 当然呢河南的疫情也影响到 这个看到报道上面是说呢 会影响到苹果的供应链 这些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效应 我想请教黄老师的是 当然也有人在检讨是说 中国大陆对于现在疫情的管控 采取清零的政策上面 有很多的讨论 您的看法是 清零其实真的很困难 全世界就我们新闻看得到的 这追求清零的 这海峡两岸好像变成兄弟 台湾其实也是 还有香港 对香港因为算中国大陆一部分好了 其实你觉得清零真的是一个理想 但是这个你说要与病毒共存吗 我觉得目前这个包括像中国大陆的官方 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 他就是也就是格杀勿论 跟刚刚哈萨克那个我们讨论有点像 有病毒就一定把它封锁掉 严格管控 对所以我觉得清零政策 既然中国大陆他现在也知道 他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回头路 或者目前没有他放出这个转环的风声 所以我觉得这个清零的政策 大概只会继续下去 我快速问一下三位来宾 就是说北京冬奥现在已经举办在即了 那当然之前东京奥运 就是日本曾经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这个顺延了一年 北京奥运有可能会停办吗 用圈插牌来快速告诉我们一下 您的观察 停办是 停办就是圈 一定是 一定是 不会停办就是插 就是如常举行 那为什么是圈跟插 因为我们现在是假设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病例 每天病例大概都是数百到一千多 或是怎么样 那谁知道到2月初的时候 特别是过年的这些情况 到底会怎么样 尤其2月4号是大年初 这里我补充一下 因为他没有观众 那基本上冬奥的场地可以完全与世隔绝 那唯一担心的是选手村爆发疫情 对 那选手村是住在一起的 而且是几万人 这个比较麻烦 所以唯一的变数我觉得是选手村 那至于其他因为没有观众 那他们都是电视转播 所以我认为他是非办不可 不过像刚才委员提到 而且日本那个夏澳你不要忘记了 他是很早就决定 对 没有说拖到23天还在决定 不太可能到了剩下20几天 突然临时喊咖 这个影响层面是很大 我觉得选手村 不可能是爆发 我觉得爆发可能性质不大 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外国选手会确诊 这一定会发生 很难避免 毕竟是一个 全球兴致的 我们台湾去哈萨克比赛柔道 中了一半 工手道的整个团 对啊 有一半的人中 对 我还是觉得一定会有选手是说会确诊 是因为他们出发前已经确诊 或因为他们在北京跟不管是其他国家选手 或工作人员有接触而确诊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 半奥义最大的挑战 或潜在的唯一 最大的挑战是 这些选手进来选手村的时候 会不会遵守规定 那不遵守规定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美国人 比较不喜欢戴口角 比如说我不想戴口角 那会不会跟当地工作人员 或跟国际奥委会会不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另外这些选手会不会沉寂批评中国 那这个当然 如果他们在北京的时候 讲一些属于政治性质的言语 那当然会让中国很不满意 那另外是国际媒体一样 他们在北京的时候 播报奥运的时候 会不会另外讨论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比如说新疆西藏人权宗教自由等等 这个对中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危险 这几天传出习近平委任 原来担任中国武警部队新疆总队的参谋长 彭金棠出任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司令 那这是首次由出身武警部队的将领 接掌驻港的部队 彭金棠他曾经在新疆指挥过震报反恐行动 那显示出北京当局呢 将不会容忍香港再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示威 我们看到香港才刚完成立法会的选举 那现在又由这个新疆武警高层出任驻港部队的司令 所以请Russ来看怎么去解读这项人事安排 接着是因为在过去几天 真的是引起很多国际关注 国际媒体 智库学者等等 他们都以为这是一个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情 一个好大的一个讯息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不管派谁当这个香港部队的队长 这个工作都会有适当的经验 难道会派一个没有相关经验的军官去做吗 不可能 最不光是从武警的这个背景或其他的相关经验 一定会有一定会排有实弹的经验的相关人士去 那因为他最近是在新疆 所以当然是会引起很多国际社会的联想 但是问题是我们也很难预测 将来香港会不会再次爆发 像这个接触抗议 目前可能性不大 所以香港的这个治安 目前都是在警察的手上 不是在这个TLA的解放军的手上了 所以呢国际社会会关注 但是我觉得不管国际社会有什么意见 不管香港政府或北京中央政府 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呢 派驻彭靖堂这个接长驻港部队的司令 是不是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你觉得 我是觉得没有太大理 我意思是说拍谁都会有相关的经验 不管是在哪一个城哪一个大城市等等 只要是有相关的军方或武警的B警 那就会派他们去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不要过度分析了 但是的确有很多国度分析的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分析的一件事情 那跟这个晶片有关 因为在先前呢 就传出中国大陆的希望提高晶片的自制率 不过在2021年的晶片进口金额看到 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创下记录 数量高达了5822.2亿个 比上一年的同期增加了19.3% 那价值超过了4000亿美元 折合新台币大概是11兆左右 另外呢大陆的一带一路的重镇斯里兰卡 现在因为债台高逐 最近这几天呢 也向到访的中国外长王毅 提出了希望要债务重整这样的要求 所以郭委员 从晶片自制到大陆现在推的一带一路 那包括不只是斯里兰卡 我们在前几次也提到 像非洲也是有这个债务的隐忧 中国大陆在处理 但他希望今年是不要有黑天鹅 灰犀牛 怎么处理会比较强的 晶片我觉得是因为 他对中美科技战没有信心 所以能买就赶快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超前部署的预购 事实上2020 2021都预购 都超前 就等于他一边部署 一边也在加强自制率 我觉得比如说晶片大卖嘛 大卖你们中国大陆嘛 那他就你有多少他就先吃啊 因为他不知道美国哪一天突然把它断 所以那他的自制率也不会那么快 说实在啦 因为现在28寸都不一定做得出来 那再往下 我讲的是大规模量产 对 那更不要说要往下到14寸啊 更下的奈米的层级嘛 所以他没有办法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我觉得他就反正你有多少后他就先预购 事实上不只是半导体 我的了解是电子零组件很多他都预购 所以为什么台湾经济会这么好就是这个原因啊 因为他急着跟你下单啊 韩国也是啦 卖很多啊 对 那至于那个你说那个外债啊 那有些国家因为经济困难 可能会跳票滑啊 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处理啦 因为那个只是债务重整的问题 就是重签约嘛 那或用其他的方式来给付 或者增加抵押品 对 或者那个约来重签嘛 我觉得这个并不难啦 并不难 嗯 罗斯你觉得呢 我觉得按照郭老师的说法 这个表题应该要写中国镜片高度以来 外国及台湾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吗 外国 台湾满大宗的 只要人买到都可以啦 对 也不仅只有台湾 韩国也是啦 满大宗的对 韩国也是啦 这个很明显我们都知道这个科技弹 科技战还在打了 不管是美国跟中国或中国跟其他国家 这个战场可能会打好多年了 不是一两年可以停战了 那甚至如果川普和共和党 在下一届回来执政的话 那会更严重 美国会有更多限制 虽然拜登没有解除川普当初的限制 也有一些新的 但是没那么多 他动作很慢 我刚刚说 Sherman学满了 他团队什么工作 外交什么工作都很慢 虽然目前新的制裁限制等等 不像川普最后一两年那么多 那么频繁了 但是已经现有的限制也不会结束了 那这个问题会继续下去了 或许台湾是成为一个赢家 但是问题是会引起美国的越来越多的关注 没有错 对 那台湾不管是哪一家公司 政府真的要面对这个问题 目前我觉得虽然有讨论 但是对台湾来说 目前不是一个好大的 尤其是在美国台湾的一个 不是换一个政治和外交的一个problem 但是以后会 一定会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印太地区 马上回来 好 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 Kirk Campbell 坎贝尔 上个礼拜透过视讯出席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那么在当中他表示 2022美国将会在经贸的区域 跟整个印太地区进行全面性的接触 那可能就是拜登在2021年10月 提到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2021年 那么在密西根大学所公布调查的 12月消费者新兴指数是70.6 比起11月初级10年最低的67.4 有稍微回升一点 不过整个美国消费者 对于通膨的疑虑还是很大 现在美国缺供缺料的问题 都还没有解决 那消费者也担心通膨的危机 拜登政府在这个时候 放眼这个印太经贸的议题 想请教Ross 对吗 谁在听 只有Campbell他去智库 因为他喜欢跟这种人在一起 就是他想法都一样了 他们都自己以为他们是 全球或亚太地区的专家 但是跟Sherman一样 学东西都很忙了 所以他这次去卡内基 就我真的谁在听了 连企业界可能不再听了 但是卡内基他还给卡内基这个信息 那之后卡内基就可以拿到 拜登政府一些补助 出一些很漂亮的报告 说美国应该要跟亚太地区经济体 加强合作 除了中国香港之外 对不对 一定会有类似的报告出来 这个是我们都早知道的一件事情 谁说美国不应该跟亚太地区 加强经济合作呢 对 不管是台湾 南韩 日本 印度等等 There's nothing new here 真的 老掉重弹的意思 但是本来就有了 虽然很多人很喜欢批评川普 他的团队执行外交 但是我不是说这句话 是因为我要 特别要站在川普和他团队的立场 但是不能说在经济贸易方面 他们也没有跟亚太地区有接触 谈判等等 不管是日本 南韩 其他的东南亚 印度国家 对 所以不知道他这个内容 我觉得是非常肤浅 那什么特别 Nothing new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这未来一定会加强在印太这边的合作 对 但是他有卡尼基的邀请 当然他会去了 OK 不过他在这个会中 其实也批评到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那Kirk Campbell是说 习近平对外在印太地区 推行胁迫性的扩张政策 对内则是破坏中共后毛泽东时代 建立起来的这个集体领导体系的要素 所以不断在集权独断专行 那选在中共这个年底二十大的今年 他这个发声批评习近平破坏整个集体的领导制度 只是针对中国大陆发出讯号吗 还是对其他 有其他的人 习近平本来就成立很多小组 他都自己当召集人 他事实上就是把权力都抓到自己手上 这是事实嘛 对 那他今年要接第三任美国也不可能支持嘛 因为这是破坏制度啊 也违反民主嘛 所以美国这个必然是批评的啦 这也没什么意外啦 那可是我倒觉得民主党是有比较努力在经营亚洲啦 比如说川普那个时候东南亚的一些重要的会议 他根本就没派什么重要的人去参加嘛 这也不是特别针对东南亚 川普他本人他不喜欢出国 我不一定要他本人啦 他连非洲也不去了 是啊 南美洲也不去了 美国优先啦 对啊 那民主党好歹你说贺锦丽也去了嘛 对不对 那国防部长也去了 布林肯也去了 对啊 就是他试图就是要重建多边组织了 川普确实不喜欢多边组织了 那就是刚刚那个Ross讲的嘛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今年一定会搭建起来 那就是会对中国的科技的防堵 我觉得会做进一步的要求啦 所以我们台湾 还有日本韩国都会被拉进去了 所以他说以后一定会关注台湾的 这个架构起来之后你就知道了 这个Kirk Campbell最近也占据蛮多台湾的媒体的版面 这个Kirk Campbell最近在这个华府战略跟国际研究中心 举办的这个活动当中他就表示 也被媒体做成了标题 他说未来呢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最有可能会出现战略意外的地区 而且呢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他认为做的还不够 但是我们盘点一下这个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反华小圈圈 像是现在包括有美日安保 美非共同防御 还有Quad 四方对话以及AUKUS 这么多的军事协定美方现在还觉得不够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Kirk Campbell讲的战略意外 为什么是亚太印太地区最高好了 我觉得啦当然一方面是他们最近其实还是试图把中国大陆当成是美国最主要的假想敌 对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军事 这个不管是人员或是载体的这些接触其实频率是最高的 你看东海先不算好了东海相对少 台海大家经过还有包括像台湾跟中国大陆这个解放军的这个ADIZ的问题 然后南海等等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接触频率是高的 那乌克兰是因为俄罗斯线把军队放到这边东边 那当然它会有点紧张状况 但平常美国跟俄罗斯的军机舰接近的次数频率绝对少于印太 我刚刚讲的这些地方 没错 所以当然接触的多战略意外当然就会多嘛 这是我的解读啦 另外就是说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反华小圈圈 其实我们还忘记了美国跟韩国还有一个这个共同防御的条约 对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还有一个反华的 还有一个 所以你说美国做的够不够 我觉得真的其实以军事来讲已经蛮够的了 当然美国它需要的是它在印太有更多的可以穿透中国大陆这个反戒指 反区域进入的这些的这个能力 美国其实这个是不够 但是美国要维持一定的嚇阻能力 我觉得目前是可以的 但是它的还不够 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那另外我觉得美国其实做的还不够 其实是在外交跟经济上面 外交上面 刚才郭委员已经讲了美国一些这个高官的这个出访 但是跟中国大陆跟这个区域的互动比起来 还是少 还是少 更不用讲说过去这个川普破坏的这些 跟区域的这个互信互动 其实慢慢建立起来需要点时间 对 所以外交上面其实美国做的还是不够 特别像你看像布林肯之前不是去印尼 就去一去很倒霉啊 马上这个随护人员就染疫了 染疫之后行程取消就走了 难得飞半个地球来 结果没有访问几天 光老师我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那我快速问你一下 就是说那这么多个反华小圈圈 再多更多 不会造成更多的战略意外吗 它的反华小圈圈 如果在军事上面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些 对 但是现在是说 它在外交上面呢 跟北京互别苗头 那当然这个会让双方的互信 还有未来对对方的行动的拍 我们的判断会有所影响 那另外其实还有我们刚刚一开始 这一段一开始讲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这到底是什么 是反制一带一路的东西吗 还是说是要去压制RCEP的 这未来可能对于美国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邦 在这个区域所造成的影响 现在还不清楚 这个我可以回答了 这个很简单 只有Kirk Campbell知道 所以呢 他这样讲 他这样讲是因为他在准备 不管他在拜登团队走多久 他离开之后 就会开顾问公司 或回到智库 一定会赚钱 因为他会向企业界说 你要了解这个 刚刚这个构像 你要来问我 对不对 因为构像本来是他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为了赚钱 好不好 我觉得RCEP好像Kirk Campbell 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好 那这个台海的局势的发展 当然牵动到的是 中美之间的博弈 当然也是台湾的敏感神经 来看到这个前 国安会秘书长丁玉周 他提醒说呢 他说台湾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 地位是随时都会在变的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张的时候呢 台湾的价值就高 但现在 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美中关系一旦和缓的话 台湾就根本没有价值 RUS 怎么看他这个 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安全 和国防安全等等 真的是由台湾人确定 不是交给美国 也不是交给日本 也不是交给中国 所以不能说他这个也 也无论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完全没有依据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很多人不想听 对 他们比较想避免这个问题 对 这就是台湾的地位跟角色 在美国的心目当中 因为你前面讲亚洲的那些 访华小圈圈 对 坦白讲他们也都跟中国大陆 保持关系 比如说今年五月之前 如果Morrison下台了 澳洲轮到工党上台呢 那你认为澳大利亚还会跟美国搞AUKUS吗 因为那个要到2040年 工党支持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恐怕美国这些 它的基础都是 不是很稳定的啦 甚至连印度 印度也没有这么跟中国完全 就是死磕啊 也没有这样的关系啊 那更不要讲韩国跟菲律宾嘛 韩国跟菲律宾事实上是亲中的 他之所以被纳入这些共同防御条约 是他们不方便退出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就是说 台湾大概是整个亚洲 以目前状况 唯一一面倒向美国的啦 这个才是问题啦 那倒不至说 谁是棋子 因为亚洲没有国家 会认为他自己是棋子啊 比如说菲律宾 我们国力也比菲律宾强啊 可是菲律宾不认为他是棋子啊 韩国更不要讲了 他也不是啊 那问题是台湾的外交是一面倒向美国嘛 所以如果在 这个才是台湾自己的问题嘛 菲律宾那如果在今年的话 您觉得说像一面倒向美国的策略 是不是应该有所调整啊 我就很困难嘛 因为民进党的思维就是这样嘛 那可是他这样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嘛 不然为什么亚洲国家都没有这样做 好 等一下呢回到环宇全世界 那么我们继续要来关注 是另外一个议题啊 也就是这个气候的议题 现在包括了荷兰 还有特别是在欧洲啊 已经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 在因应气候议题 我们马上回来 好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荷兰总理旅特 第四任的联合政府 在这两天宣示就职 他们也宣布呢 将会在对抗气候变迁上面 要投入350亿欧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1.1兆 那因为呢才刚接任这个欧盟 轮值主席的法国呢 也宣布要砸300亿欧元 用在落实气候的这个变迁的 对抗的目标上面 好那现在看到荷兰跟欧盟 都砸下重金要处理 面对气候的议题 现在为什么欧洲会变成是 把气候议题当成他们的 主要的首要的 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呢 因为他们达标的机会最大 所以到最后 他们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 他是气候变迁这个议题的 真正的领头者 独刀者 知道你这里面还没有提到北欧了 瑞典还提前5年要达标 2045就要碳中和 所以北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它的碳的那个指数都是最低的 其实从历史上面也是看 欧洲人比较重视环保 坦白讲它做很久 那美国是因为不同政党就反复 所以它当然在进度上 就会落后欧洲 那这里面会有很多制度 我觉得欧盟很快会就变成制度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 不能够进口到欧盟 或者它的碳税 碳交易税 甚至包括天然气 我们讲甲烷 它会不会针对甲烷做一个 比如说交易税 或甲烷税的处理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制度创新 都会从欧洲这边出来 会建立一套标准出来 对 因为如果连法国都跟进 荷兰也跟进 那德国本来就这样了 还有北欧国家 大概这些就是欧洲的主要国家了嘛 不过您刚刚提到德国 因为我们就来看 那跟荷兰法国发展核电不同 德国新任的联邦经济 还有气候保护部长 绿党籍的哈伯克 他会在4月前要公布一系列的措施 这个内容当中包括了 强制要求新建筑装设太阳能的屋顶 还有绿色清新融资计划 以及在年底要完成 再生能源法的修订 那另外新政府呢 希望在2030年之前 把这个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 提高到80% 德国希望在十年内 要达成80%的这个再生能源 这个目标有可能吗 这个当然是在绿党也在参与执政之后 这个推动的一个比较远大的 而且是胆大的一个目标 对 但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德国它现在还有六座核电厂 今年要关掉三座 明年是明年还是今年底 反正另外三座差不多也到齐了 也就是说德国就说 那我正好把这个六座核电厂 全部就关闭了 那我们也知道 因为欧洲它这个电网分布的 还蛮密的 所以就算德国万一真的发生了 这些电力短缺的时候 它还可以透过欧洲的电网 还可以购买一些 譬如说法国就一堆核电厂 那法国如果讲电购的话 当然也乐于卖给德国赚点钱 所以德国这样讲 它的底气是有的 因为它有一些备案 不像台湾 就在一个海岛上面 有些天然气断了就断了 所以台湾的风险是比较大 好 那再回到德国 德国它把核能视为什么呢 它也不是再生能源 也不是绿能 核能就是核能 德国这个国家 我觉得还蛮奇怪的 所以你在跟德国讨论这个核能 到底是应该放不放到你的绿能 或者再生能源的比例的时候 德国都不是这样算 但是法国就说核能就是再生能源 所以法国跟德国在这方面 定义不一样 因为这个欧洲有辩论 对 最近辩论 而且我觉得越来越激烈 好 那德国的四分之一是用核能 然后另外四分之一大概是用煤炭 40%是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好 那这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要把核电减掉 关闭 所以它必须要先 目前要增加天然气的发电量 所以它天然气取消的这个年限 德国说那往后延五年好了 2040变成2045 对 听起来好像很OK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节目一开始讨论了俄罗斯 德国需要更多的天然气的时候 天然气北海会有 好 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从 俄罗斯来的 所以现在很多战略家在想说 那德国在未来跟俄罗斯的 战略关系会怎么样 你要跟俄罗斯关系好才行 对 所以那好 不管天然气是不是未来 可以继续的推动 变成德国的一个 蛮主要的发电的能源 但是价钱理论上 再生能源一定会贵一点 所以德国它现在也说 要把这些能源附加税限取消 让民众这个能源的负担 不要那么重 所以你看到德国 它是有些配套措施 但是我感觉整个的配套措施 还没有办法说服我 说德国真的在 比如说2040 2045 会达标到他们的这个 整个国家能源发展的要求 我还是有点怀疑 对 而且你看 10年内要达成80% 再生能源的比例 刚才黄老师也提到说 现在是40% 等于几乎是要再一倍 那会这样子决定 会这样子推动呢 当然是因为这个能源的价格 考量到能源价格 未来会不断的这个上涨 对 不过很快补一下 但你知道科学家 还有一些经济学在预测 再生能源现在是贵的 但是因为当它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价钱会掉 那未来我们只好看嘛 不过现在真的 全球都在面临的是通膨的危机 那这个物价呢 不断的这个飙涨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导说 2021年包括像巴西咖啡 还有马铃薯 比利时的马铃薯 还有加拿大的黄豌豆 在内的农产品价格 都因为现在这个极端的气候 而飙升 2022年 今年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呢 还是会因为极端的气候 持续的走扬 斯德哥尔摩这个环境研究所呢 就警告说 农业对气候片间的这个曝险是最大的 请Russ来帮我们这个分析 2022农产品现在越来越贵 会对全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你觉得 第一我可能要少一点喝咖啡 因为如果越来越贵 我真的付不起了 太贵了 真的我就没办法喝了 对 但是这个 我刚刚讨论到欧洲 有辩论 郭委员说有 再辩论 但是还是看起来在欧洲目前 大多数主流意见 是支持 不管是荷兰 德国 有类似配套措施 投资这么大的金额 但是美国是很不一样 这个我们都知道 高手的选民 共和党选民 比较不支持这些相关的措施 当然在美国没有人希望农产品会涨价 对不对 我们都要去草市买东西吃了 但是美国这个辩论真的是比其他的地方 还很非常厉害 如果在其中选举或2024年 国共和党 回来执政的话 国会多数党 权力的话 那美国的政策会很不清楚 那不管是在美国国内 或跟其他国家合作 什么国际协议 COPR所有等等 那很难有一个 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政策 我说国际社会 这个不能说是全部能责怪美国 因为也有其他比较大的经济 跟美国是这样的看法 不管是印度中国 他们也不像欧洲 是能支持相关的实行相关的措施 所以这个unfortunately 这个的确是不出一个科学的问题之外 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而且这个政治方面 我想会越来越明显 尤其是今年在美国 或下一届美国总统 我们也不能排除在欧洲 虽然目前好像主要意见 是支持这些措施 但是说不定以后 右派的政治人物在欧洲 会说其实我们不需要 我们为什么乱花这么多钱 在这些绿能再生能源等等 这个也是值得观察 川普只要一当选 又退出 又退出 像之前一样 很有可能 不过就像是去年 这个COP26 你看其实几个主要的国家 对于这个减碳 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好不容易印度 才最后提出了 2070年 对 但是也比其他2050年 要晚了20年 中博2060 对 但是你看这个上个礼拜 有一项这个刊登在 通讯地球与环境 这本期刊上的研究 就显示说在2030年之前 全球有92%的国家 可能每两年就会经历一次极端炎热的年份 所以面对比热带 他们特别提到比热带还要快的暖化的速度 所以委员 你觉得这个北半球的高纬度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及早应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你不能这样分 因为粮食危机 今年可能会新增 2亿人变成饥荒人口 有这个风险 那这个原因当然很复杂 你说极端气候当然是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个就是气候变迁 因为很多粮食被拿去当做燃料 尤其是玉米 玉米巴西有40%的变成燃料 因为价格比较高 所以它当然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对石化能源还有天然气的投资变成 所以这方面的供应会变成 所以当然能源就会变贵 然后粮食也会贵 肥料也会贵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气候温暇 事实上有人说这个叫绿色温暇 绿色温暇 不是因为你要执行这个 气候变迁的要求 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贵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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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